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过去平庆余年 陈情令爆红成顶流男神 他上个月杀青后宫甄嬛传导演 郑小龙指导的古装新剧《藏海传》 日前马不停蹄禁组开拍狼牙榜导演 孔生指导的新片得嫌紧致 肖战去年杀青的金庸电影《射雕英雄传》 《辖之大者》年底将在上映 而肖战杀青得嫌紧致后 姜宇曾在选秀节目上 担任他演技导师的舒淇 开拍《新片我的答案》 肖战还将首次演出反派的嫌疑犯 男女神有望同台标系掀起网友沸腾 肖战2019年以搭档王一博主演的 单改古装剧《陈情》另一炮而红后 后主演《狼殿下》 余生 请多指教 玉古瑶 以及参演的庆余年也都成爆款剧 让肖战稳坐顶流男神之位 大导演戏约源源不绝找上门 肖战2022年拍摄于甜川咖啡品牌短片 便出世水温与繁花王家卫合作 去年拍摄由徐克指导的金庸芯片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咖位在飞升 随后又无缝禁组 与西花指的张静怡开拍《后宫甄嬛传》 郑小龙指导的大男主权某古装新剧《藏海传》 肖战上个月杀青藏海传 短暂休息一个月后 日前又禁组拍摄《芯片得闲紧致》 该片为陆剧金牌影视公司正午阳光制作的首部电影 导演为《指导过狼牙榜》的《孔生》 制片人为知否导演侯洪亮 黄金组合堪称重磅之作 而肖战上回拍摄《藏海传》时 为了防路透每天穿着黑色长版羽绒外套 这回他拍得显紧至天气变热 则都改穿灰色防风外套配短裤 因此每天的上宫路透照穿搭都一样 防路透防得非常严实 才刚开拍新片的肖战 日前又有二大消息曝光 一是中影集团日前指出 《射雕英雄传》 《辖之大者》最快年底或明年就会再上映 二是传出肖战杀青德险警之后 又将街拍曾多次入围金马 金像奖的香港导演 翁子光指导的《心骗我的答案》 主要讲述检察官吴亚梅等在办理案件中 面对着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团队制造的巨大舆论压力 认真调查后获得铁证 成功追诉漏罪漏犯 最终使犯罪嫌疑人当庭认罪待法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在我的答案中并非饰演检察官 而是饰演嫌疑犯 这也是肖战出道九年来首次饰演反派 此外 女主角还是金马影后舒奇 两人早在2015年的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上就认识》 当时肖战仍是青涩学员 舒奇在节目中担任肖战的导师 以前被身份细心教导肖战演戏 就此成为对方恩师 节目结束后 两人仍多次被捕捉到热络互动 师徒情不灭 如今还有望合作标系 掀起网友沸腾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